今天是 上班這檔事 老師 條件這麼好 沒有跳槽過嗎 好公司人人想跳 但是要小心跳到沼澤場 跳下去就上不來 有時候來挖腳 或來跳槽到別的公司的時候 感覺自己提升了 但是 是塞坑 那聲音那麼大聲 嚇我一跳 有時候是陷阱 你們自己不知道 對 而且不一定說 很多人用跳槽來讓自己的收入增高 用這個手段 這好像是最基本的一個做法對不對 但是你那個高性能領多久呢 平均一攤一攤來看 搞不好比本來還低 沒有錯 對 要小心 因為工作這種有時候會浮動的這種心情 當然常常會浮現對不對 這家公司待不爽 旁邊有人來揪的時候 相關產業來 有透過獵人投公司 就會想 老師有沒有跳槽過 我喔 妳以前補習班挖腳挖得很兇的時候 妳看 很多 我沒有 我自己 會被挖 我25歲就當老闆了 唉唷 小老闆 妳錯過跳槽的樂趣有沒有 對 因為講到跳槽 以前補習業跳槽是 補習業跳槽非常嚴重 非常流行 可是是好去好戰的那種嗎 一點都不好去好勝 不可能好去好勝 很難 因為我上次有講過 因為補習班老師 你把他捧紅以後 其他家就要挖他 唉唷 那這個老師如果 真的那種操守不是很夠的話 就會被挖走 挖腳 其實會擔心就是他把客人都帶走 當然 學生都帶走 他叫做帶兵入營 他把學生帶走 甚至有的會犯了刑罰 為什麼 他偷了學生的名單去 你去 卸取公司機密 對 我以前就碰過這種 你去 學生跟著你去 那算你本領 但是他沒辦法號召學生去 因為他兩邊騙 他這邊還在上課 可是那邊已經談好課了 他又不能在這邊上課的時候 跟你們說 我下學期在哪裡 他又不能說 所以他就會趁導師點名 慢慢的 導師點名都有名字跟電話號碼 對不對 他就偷那一張 再走 我就碰過這種事 不過我講真的 我覺得跳槽不一定 真的不能做 我前一陣子才看到一個國外 我記得是英國的一個報道 說入社會開始工作到退休 40年的職場人生 要做一個調查 不過這是國外就是了 平均一個人會有六次 一生有六次的工作 然後十次的面試機會 然後我記得是八次的重大 這個收入的調伏 所以其實這一定很多 某方面要靠著跳槽才能做得到 沒錯 好 隆重歡迎我們很多跳槽紀念的 重量級來賓 第一位換過無數老闆 最後自己出來當老闆的超級製作人 想要靠跳槽抬高身價 要蹭蹭自己的精良 沒有323不能上2三 沒有727不能做破音747 什麼啊 什麼 這是什麼 妳要323才能上2三嘛 那妳沒有727 就不要去跟人家做破音747嘛 有道理啊 737 可以啊 比較慢 就是不能做747 無聊 太硬臭了 好 你是說747 我們歡迎下一位 理財真家櫻桃小丸子羅燕燕 哈囉 大家好 職場如戰場小心跳錯槽 就戰死沙場 唉唷 跳錯槽耶 好可怕 聽起來好恐怖 血淋淋 下一位華爾街金童生活觀才家Paul哥 換工作就跟換情人一樣 換的那一剎那好開心喔 但是回眸一睹的時候 才發覺舊愛才是最美 唉唷 你今天難得講這麼有智慧的話 真的啊 對 下一位這種老百姓你想什麼職場觀察 江貿接穿得好漂亮 掌聲鼓勵 哈囉 想要跳槽要看未來的前景 不要只看前景 不然你以為你進了前坑 其實是大禍坑 我剛問今天跳槽打人 什麼原因你會想跳槽 其實我這一生跳槽的次數不多 因為我是一個原則 轉業不聚財 滾食不生胎 對 你是很注重情感的人嗎 我重視情感 有時候這個單位對我已經 讓我覺得說已經非人的待遇了 可是我會衝著那一份 你是說點勇哥那邊嗎 不是 不是 沒有 點勇哥那不算 因為那裡我離開我就開公司 所以那就比較好跳槽 倒是在那 算打對台 對 直接對他已經打對台了 所以人家都翅膀硬了 倒是在那之前 我這個人跳槽我比較不會說 是因為酬勞的問題 因為其實我記得 我那家公司給我的酬勞 已經不錯了 我在入行不到三年的時間 我已經快要有四萬塊的薪水了 很棒 我的跳槽原因 一定是因為覺得想要突破 每一家公司 每一家公司的風格 那有公司的風格 那可能就要你守成 安穩 聽上面的就對 那我這個人爆發力強 我又強烈喜歡自己做主 由我來主導 沒有錯 那如果這家公司 他不能滿足我的話 這個時候出現另外一個人說 你在那裡是埋沒了 你來我這裡 我給你加薪 我就考慮到說加薪也OK 可是因為跟我談的時候 跟我談的時候已經是十月了 轉眼間要領年終獎金了 所以我有提出這個問題說 那年終獎金怎麼辦 你來…我一樣都補給你 然後最重要最吸引我就是 他很厲害 這個跳槽要挖腳人 必須要有相當的學問 他當然可以另外專案再談 他多高竿 他為了… 為了融入我的心 他有辦法每天找我吃飯 然後吃飯 坐上邊都是一些 當時很有名的知名製作人 都是大咖製作人 然後他們就故意在我面前 在那邊討論內容 我好像弄得很厲害 一群都是很有創意的ideal man這樣子 然後我就邊聽 然後邊心嚮往之 我覺得說這個才是嗎 一群才子 在那邊討論內容 我們要想一個禮拜的事情 他們那五分鐘就想出來了 那我就是要的是這種環境才對 這很吸引 很吸引人 然後其他那個加薪也OK 年終獎金也搞定 然後他又告訴我說 他們準備要開什麼新的節目 馬上就需要人手了 因為這樣我就毅然決然 告別了舊公司 跳得好嗎 跳槽 如果說歷史可以重來的話 我可能還是會選擇跳槽 因為事實上我到了新公司去 確實我的組織性變強了 因為公司沒幾隻貓 而且我們那公司上百人 業務單位 拉廣告業務單位上百人 我們這家公司 連老闆跟我算內這五個人 你就是你以為機首不為久候 對 那我去就當老大了 當老大反正老闆忙 那我就說了算 所以我自己就可以自己那邊 自由發揮 很多時候我們 你挑那麼多的經驗 大概有一半是好的 一半是不好的經驗 所以這邊我之前分享過 一個比較奇怪的例子是 之前那時候我們的公司 雖然薪水很好 又有知名的一個外商公司 但是很奇怪的是 他們住在最精華地點 可是為了省錢 所以有100個員工 然後但只有50個位置 那其他人怎麼辦 流動辦公室 就是流動辦公室 然後就進來然後就要搶位置 所以你搞到到後來你要有一個位置 到那種6點7點就要直接去搶 要不然的話完全沒有位置 跟搶車位一樣 對 在這邊搶車停車位一樣 先來先搶 到後來都沒有位置 然後咖啡廳什麼都人滿為患 問題是咖啡廳你要花自己的錢 去無限上網 到後來後來為了一個這個 公司省了可能幾十萬的錢 但整個公司人心浮動 後來有一天就有人找我去 來我們公司幫忙 我說可以啊來看看 因為是個新公司 一去不得了 在內湖的這個鐵灣曲子那裡 提警道那邊 整個看整個這個基隆盒 我說這個辦公室就給你 而且是靠窗的 我也想說 很重視你啊 靠窗的不得了 我們每天都在提的那個 筆記型電腦 終於有個位置可以坐了 然後他說你看這邊多好 以後還指給我看 你看那個地堡是不是 好好拚以後就是你的 那個什麼清靈陶宅是不是 那個什麼大直豪宅以後拚了 就是你的 然後直銷公司 對 然後以後看到 那麼大的一個view 然後辦公室那麼好 然後二話不說就去了 結果完蛋 一去以後呢 一開始 Paul哥你那個辦公室 可不可以幫我們堆一些 幫我們放一些東西 開始堆雜物了 然後第二個 然後牆被拆掉說 辦公室人不夠 然後再三個兩三個人 到最後 連所有這些員工那些腳踏車 因為離合體很近 每個人都騎腳踏車 腳踏車因為沒有地方放 這邊可以排一排 到後來我出去的時候 都要把那腳踏車搬開才能出去 然後最後就說 本來是為了那一個 一時情迷失俏 意亂情迷劇跳槽 就反而適得其反 所以大家要考慮清楚 OK 好 所以跳槽的原因白白快 我們來看有哪幾種 第一大類是 為什麼跳槽呢 一定的 第一名的 OK 但是你胃高心跳可能會怎樣呢 領得高步一定領得久 這胃高心跳走好像是 這個是基本的吧 對啊 基本條件這樣開出來的話 應該是想要考慮一下 趙哲 對 因為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在貿易公司當主管 那他是從基層做起 其實做蠻久 也蠻上手 然後後來就是有 獵人頭公司來找他 然後他當初其實也想說 聽聽看就好了 結果想不到對方開出來的條件 都超好 就是公司的福利制度也好 然後還有就是 重點是他的薪水 就馬上往上跳一擊 然後他後來就是 也不顧舊公司的反對 就是挽留他 然後他也不管 他就過去了 誰知道結果是那種 大陸的那種富二代 就老爸拿一筆資金給他開公司 結果開了半年 他資金燒光了 他就收掉了 那因為他當初離開舊公司的時候 鬧得很不愉快 所以變成兩頭都沒有 就為了高心跳 結果什麼都沒有 而且業界會傳開的 會傳開的 這種事情一定傳開的 對 領得越高 往往會跌得越深 你以前領得算高嗎 我算高 我最高紀錄一個月大概 拿了35萬 月薪加獎金 然後收視率獎金 那便當錢算嗎 便當錢 就是扣下來的便當錢 而且那個太少了 太少了 那個已經微不足道了 一個五塊 你能... 對 100個 你真的有拿出來 不是啦 沒有啦 被一下透話透出來的 真的有回扣吧 我的等級已經不需要再去搞便當錢了 沒有錯 要搞一搞大條 怎麼搞便當錢去 LED了 對 LED了 對 那我剛剛不是講說 後來我就跳槽到那間小公司去了嗎 那你也很高耶 跳槽到那間小公司 那沒有幾個人 公司雖小 人情未濃 你剛剛是講髒話嗎 我說公司雖小 雖然很小 我不是說公司三小 公司確實有三個年紀很小的 所以叫公司三小 沒錯 對 公司雖小 但是人情未濃 寒冷的冬天 我們會在公司跟著老闆圍爐煮火鍋 那老闆答應我們說有大節目要開 雖然沒有 可是我們在公司沒事看報紙 寫寫案子也樂得輕鬆 那這樣的一個環境應該不錯 沒有想到我們這五人小組當中 有一個人就起了二心 他告訴我們說 因為有一個老闆急於想要挖腳 像他這樣的會做執行 然後也能找道具的什麼的 然後又兼具企劃能力的 這個老闆多厲害 這個老闆他是問他月薪想要多少錢 我這個同事跟他講說要五萬 這個老闆是開支票 把兩年份的付給他 哇 先付 那個時候製作圈不只對主持人這樣 對優秀的幕後工作人員 經常就是先把你包下來 也會這樣嗎 那我們這個同事為了帶槍投靠 帶槍投靠必須要那把槍 那你要把槍是什麼 你不能把公司火鍋拿去 叫做帶槍投靠 那時候 絕對是電磁羅 在他要離開的 傻子 在他要離開的前夕 老闆承諾我們的節目 終於歷經波折之後開了 而且開在什麼位置 開在就是 那個給他支票的老闆 同時段打對台的 他帶什麼像去投靠呢 有一天錄影的時候 他就 我們錄影的時候那個Round Down 不是會貼在牆上嗎 對 那偷Round Down 這個Round Down多珍貴你知道嗎 當你擁有了這集的錄影的 流程跟內容以後 你就可以掌握說 他們下禮拜可能就是要播這些內容 那敵對台就可以說 鋪排一些內容來跟你對抗 那我們這個同事呢 他就進了攝影棚 要幹走那張Round Down 讓黑人成為牛郎店的紅牌 唯一的條件就是 那如果黑人去牛郎店的話 已經是紅牌 拼體力了 他一直可以做 拼體力那樣 拼體力 先說好 我不接吻 那我們這個同事呢 他就進了攝影棚 要幹走那張Round Down 他以為神不知鬼不覺 當場 因為現場的時候 只有一個主持人在現場 那那個主持人呢 是背對他的 主持人在弄頭髮 是背對他的 這個人就 主持人背對我沒看到 他撕下那個Round Down 折起來放在口袋裡面 然後人就走了 那等到我進棚的時候發現 牆上不是貼好 還是掉了 奇怪 我就那個 主持人就把我叫過來 玉琳 我剛剛看到一個大秘密 他就跟我講 原來 這個人在吃Round Down 他以為他背對主持人 那主持人在吹頭髮 有鏡子 他的一舉一動 他的鬼順的行動 都在鏡子的反射 他都被主持人看到了 蠢到這種 這也蠻蠢的 真的 不要跳 真的 後來 後來要跳槽了 好花不藏開 好景不藏在 拿了人家的支票 我跟你講 這個社會上就是這樣 我為什麼要給你更多的錢 我就是要你有 那個突出的表現 這跟球隊一樣 我花大錢找你來投球 我絕對不是要你投一球 就扭到了幹嘛 對不對 同樣的 他給你那麼多錢 他每天過的生活 他就生不如死 製作了親節目 然後人家那個老闆 就每天逼他 收視一定要做到多少 做不到多少 就每天損他 你這樣怎麼行 浪費我的錢 不太讓得急這樣子 然後這個人這邊被欺壓 回想起過去在我們那裡 圍爐吃火鍋的日子 他不要過 他在那邊搞成那樣 到最後怎麼樣你知道嗎 他受不了那個壓力 而且成績也很差 那個節目也停了 那停了以後 可是照理來講 路貸危安的錢不用拿出來 那個老闆馬上用另外一副 一副嘴臉對他說 好去好散 當然你可以不用還我 可是你這樣不會良心不安嗎 後來我這個同事 乾脆火大 就把錢就吐回去還他了 就這樣 搞得人生低潮 懷憂喪志 想要回來我們這個 吃火鍋的美好的家園 我們也不要他了 他來我們公司 我們趕快把門關起來 必須的高薪等於是拿不久 對啊 雖然高 但是你那個換算下來 可能就拿不久 我一個配合也有類似的一個經歷 他之前是在某大知名廣告公司當副理 那因為他在這個圈子 一向就是成績都還不錯 也蠻有口碑 所以他升官還有家庭都速度都很快 他有一年就幾年前 那因為他這個知名度還不錯 所以呢就另外一個 他們的競爭的對手就挖他了 而且那個title非常好 他原本是我剛剛講的是副理 然後新公司挖他就是直線三起跳 變成廣告部的總監 那對他來說 他錢又變多了 然後權力又變大了 又可以執行很多國內外 對 可以玩很多一些創意 或者是可以執行很多國外的案子 所以他其實跟那個對方的 集團的老闆談完之後 他就當下就做了決定 他要跳槽 然後其實跳槽沒有多久之後 我就發現他很不開心 那有一次吃飯的時候 他就不停的跟我抱怨 他說就是他這個新的老闆 覺得新老闆好怪喔 就是常常亂發脾氣 然後不然就是三不五時 他下面的部署會跟老闆打小報告 所以其實他跟老闆的關係 一直都非常非常的緊張 然後最神奇的一件事情是 有一次他在辦公室加班 就是搞得很晚 所以全公司就他一個人是最晚離開的 因為他是我剛剛提到他是總監 就隔天發生什麼事情 隔天一早他一踏入辦公室 他又是第一個人就第一個進辦公室的時候 他就尖叫了 因為公司遭到小偷就是遭竊了 好 因為公司遭竊了 他發現 所以他立刻就通知保全什麼的 叫警方來 後來老闆知道之後 老闆就很神奇 老闆就直了 他的鼻子罵他說 左燕 你告訴我 你昨天是最後一個離開的 你是不是沒有把公司重要的東西顧好 你害我們一直損失了多少錢 我這朋友就覺得很莫名其妙 你好像是專門因為針對我而 下了這麼多莫名其妙的一些罪狀 所以他其實當下就知道說 老闆想要趕他走 只是他一直不知道說 老闆你這樣子花了那麼多心思 然後用了這麼多錢幫我挖來 然後我還待不到三個月 可是你只是因為聽了下面的部署 打我的小報告 然後你的脾氣很怪 我沒有掏你歡心 我沒有時時刻刻抱你大腿 或時時刻刻跟其他同事一樣稱讚你 所以因此你要把我弄走 最後老闆就給他下了一道通牒 他說某某某 我知道你在業界很有名 我現在給你兩條路走 一條路就是你自動請辭 自動請辭的話 好歹你可以保全你在業界的聲譽 就是你可能是跟我八字不合 另外一條路就是我資錢你 你要學哪一條路 對我朋友就打電話問我說 燕麗那你覺得我該怎麼辦 我是不是應該自動請辭 保留我在這個業界的一個名譽 找他資遣老闆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覺得你不應該自動請辭 因為如果你自動請辭的話 表示你真的是能力有問題 因為這個老闆其實很難搞 業界都知道他很難搞 所以如果你理資遣金 大家可能還會知道說 其實是老闆有意想要把你弄下 所以他到最後他還是申請了資遣金 對所以其實這件事情給我們 業界還蠻大的一個震撼 就是說那個領高薪 真的不見得可以領很久 因為像我的朋友是領不到三個月 超級誇張的 那等於失去之前穩定的那個工作 對 所以他後來要再回到原來的集團 原來那個公司 他想要再回去當副理的時候 其實那個位子已經有缺 所以他因此還休息了將近是長達一年 他一整年都沒有工作 對 因為他是高階主管 高階主管位子一旦沒有 其實你就是沒有位子了 對 我遇過最誇張我自己本人 那個是薪水加三倍 他挖過瓜 你的薪水就是三倍 我絕對不誇張 28歲 我本來那時候一個月10萬塊 然後那時候挖過去以後 跳過去一個月30萬 真的假的 一年360萬 而且有時候高薪的時候 你會想說 高薪會不會業期很高 比如說天文數字 反正你也做不到 所以他就給你一個那麼高興 沒有 我們那時候還去盤算過說 這個業績這個客戶 真的會下這些單 而且他的業績訂得也合理 可以做得到 然後我想說好吧 就跳 跳完以後就說 Paul 你就趕快來 我們等一下要找你要找 你要趕快這邊要先辭職 然後有一個過渡期再過去 結果沒想到完了 我就說辭職了 反正錢那麼多 一個月那麼好 那可以先去玩個一兩個禮拜 結果我就去玩 回來以後完蛋 他說我們不是該上班了 怎麼都沒有 E-mail來都沒有通知 或是說打電話來通知 他說我們的總部有一些狀況 總部 對 就是Headquarter有一些狀況 美國那邊有一些狀況 人事凍結 所有的一些新的這個動員令 全部都給我凍結束 然後至少 他說 但你沒關係 你是一定在排名在前 前一兩個 你一定會 等到這個一開以後 你一定會進來 所以不用擔心 沒關係 沒關係 我說好吧 沒關係 但是好死不死 你知道那時候我幹了什麼事 我那時候買了房子 那你壓力很大 揹了很大的一個房貸 我已經每個月有30萬 對啊 拿了幾十萬來繳房貸沒關係吧 然後就開始 開始在挫了 就是說 每個月每個月這樣出去 開始吃老本 每個月他每天打 然後你也不好意思說 太積極的打 因為太積極的打 你就覺得說 你好像很急這樣 然後他已經一副跟你講說 沒有問題嘛 就是總部嘛 開了就已經給你開了 你沒有擔心 每天在看的那個存折 每天都在出來 就還好 真的六個月後就讓你上 上以後也很開心 然後就趕快付啊趕快付 但是就跟這個標題下的一樣 領得高不一定領得久 因為付了太多 這成本太高 半年就收了 半年就收了以後 我講惡難的開始 我們剛才不是講買了房子 然後以前存的那些錢 六個月你能存多少錢 一個月 兩個月 然後找過的工作 你也不可能找這種 所謂的十幾二十萬起跳 你是搞那種同樣level 就這樣 因為我空窗期了半年 所以在半年的時候 才找到一個正常跟以前 還更低的工作 比前一個我剛才不是說十萬 我後來又從八萬的工作開始做 因為沒辦法被房貸壓著走 所以只好領這個八萬 然後做得累得要死的工作 當初不要跑 什麼事都沒有 其實跳槽有時候 不失為加薪的一個好方法 沒錯 但是我覺得做人不能做到絕 凡事要留後路 十八年前我肚子那麼大 我兒子在我的肚子裡面 結果我有一個招生主任 我們那時候補習班很小 人只有五六個 加我先生 剛剛起飛 招生主任他就是情緒不穩 我們給他很多的薪水 分獎金什麼他都不滿意 我跟施藏真的很煩惱 他的水 情緒很不穩 他就是一直 會不會是得狂捲病 不是 看到水會怕 他就是希望 他就是希望他還要更多 什麼要入骨 要什麼就已經膨脹了 他自己 要分紅利 對 事實上他只是一個年輕人 跟著施藏做事而已 他才23 4歲 小孩子 你知道後來怎樣嗎 他就 我們真的覺得很煩惱 他有一天 學期末最後一天 他來跟我說 笑顏如花是個女生 拿個筆記本跟徐老師說 這是我啦 我肚子那麼大 快生了 他說徐老師 我決定好好跟你拚 OK 對 那你要跟我講 因為這學期末 你跟我講什麼要改進的地方 然後教室哪裡 桌椅要重整 我心裡覺得很高興 他終於穩定了 我本身要兩層樓 一個在四樓 一個在七樓 對 然後一個六百坪 一個三百坪 一層半 他就這樣每個角落 這個門什麼 我就很高興他說 這要怎樣 我大多事情走 然後最後 就這個事情做完 晚上還跟我先生說 他穩了 很高興我們不用再打擾 那是週末 第二天 他就跳槽到我的 另外一位 他挖你肚子裡的東西 然後把自己的東西 所有的裝潢 挖你那些平面那些都搞掉 他跳過去的話 他就把我的課程的安排 講義的編排完全一樣 但他帶不走學生 因為那是我心自教 可是他就想另外一個老師 教我一模一樣的東西 他的穿著有真的跟你一樣嗎 問題就來了 因為他忘了 同樣的內容 不同的老師教 弄假肚子有沒有 然後講話方式也一樣有沒有 同學 歐斯卡 歐斯卡 山寨版的 沒有 那是男老師 就是因為男老師 還學這種聲音才噁心 對 手一樣的 歐斯卡 是男老師 男老師 也是叫英文 然後就想跟我對打 就挖腳他 挖腳他的東西就是說 你不是領薪水 在我這邊是領薪水跟獎金 你年輕人才進來一年多 都是師帳教你 對方是說 紅利 我收多少三成給你 三成很高 很高 但是重點來啦 對 後來怎麼樣 半年後 什麼學生都招不到 並不是我身上能用的招數 那個老師 沒有錯 就可以用 還是要 不行 第二個是什麼呢 第二個是為 爽缺 爽缺 雖然是涼缺 但是呢 原地踏步技能沒提升 正常講 爽缺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就是 踏 原地踏步技能不會有提升 做節目很辛苦 所以做節目是有名的 那種算是 這個我們常常講 一定是前輩子不知道 做什麼壞事 這輩子才被處罰來做節目 那就是很煩惱 會撅到 對 都撅到 壓力很大這樣子 加班是 沒所當然 有哪一個製作公司 你覺得是最爽的缺 以業界來講 應該沒有這種公司 沒有這種 對 只要有站到做節目編的 算之後 對 又拉到 對 拉到 那個沒有不累的 那所以呢很多 工作人員做久了以後呢 他就開始每天在算投資報酬率 我每天上那麼久的班 問題是我才領多少錢 那我如果把這些時間 去幹嘛幹嘛幹嘛 那我不是賺更多嗎 對 確實真的有人 跑去當牛郎的也有 回來跟我們炫耀 說你看我這樣 反正我本來也愛喝 喝個酒聊聊天 然後一個月說八萬十萬的 可是長得怎麼沒有他 長得好普通喔 好普通 我的像誰 我看 如果像Jerry還好 是像Koner那樣 你拿這什麼比喻 我們想知道什麼 你平翔啦 你摔一掌壞掉 Koner就不是牛郎臉 Koner感覺就是做那個 頭缸的那種 那你說盜活就是了 那如果黑人去牛郎店的話 已經是紅牌了 拚體力了 他是不是可以做 沒有那個拚體力那種 拚體力 先說 月王 我不接吻 好啦 那我一個同事呢 表現得非常良好 他就每天在打擊我們的士氣 玉琳啊 你... 你... 你弄成這樣幹什麼的 你這麼優秀 你把你這些時間 拿去賣車 賣車就好 你都不只賺這些錢 後來他毅然決然投入說 他覺得說 他想當老闆 他就去幹嘛呢 去擺路邊攤 他覺得自己就是自己的老闆 那時候路邊攤很興旺 其實一個月好好弄的話 搞不好賺十幾萬都有 那我們那時候了不起 就三至五萬之間的薪水 他去擺路邊攤 每天回來跟我們炫耀 因為他在賣胡椒餅 其實不是他自己的攤子 是有一個阿伯 他胡椒餅做得很好吃 那到處放點 所以就給他一攤 你幫我顧就好 幫我賣 然後我讓你那個營業額 讓你抽多少這樣子 他擺差不多兩個禮拜吧 那兩個禮拜一直回來 跟我們炫耀說 多好賺 多輕鬆 還可以路上有妹 怎麼幹嘛的 擺在第二個禮拜 就跟警察吵架了 因為警察來取締 警察講話可能有點難聽 你們是社會的害蟲 搞得到處髒亂 不環保 老鼠怎麼到處跑 不是不能擺攤 但是你不要搞得那麼不衛生 那我這個同事氣到 你們知道那個 那個胡椒餅不是一個爐子嗎 那那個餅都貼在爐邊這樣子 他氣到 好像練過鐵槍長一樣 他氣到手進去 把那個胡椒餅拿出來 真的不要亂跳槽 小心一事足成千股恨 一年過後他回過頭去看 他那些原來的那家舊公司 他的所有好朋友們 他同時跟他說 萌萌萌 你跳槽跳得好可惜喔 因為這家公司業績是怎麼樣 大幅上升 對 除非猛進 每一位工程師 分紅佩服 下來拚 那個胡椒餅不是一個爐子嗎 那個餅都貼在爐邊這樣子嗎 他氣到 好像練過鐵槍長一樣 他氣到手進去 把那個胡椒餅拿出來 K那個警察的頭 進個狗 這麼激動 真的 胡椒餅 胡椒餅烤起來 胡椒餅很燙 又燙又硬 是不是飛龍在天嗎 這社會新聞 他開下去 當然警察也沒有跟他追究 想說這個年輕人 可能比較衝動這樣子 還是放他一條生路 然後就這樣 然後沒多久 還不是一樣 一直笑我們說 做節目很辛苦 是愚蠢的事情等等的 結果他還是爽眉幾個禮拜 他就發現說 第一 隔行如隔山 第二 老實講不要騙人 世界上只要賺錢的是 沒有不辛苦的 對 真的 都辛苦 真的 我講一下我朋友的狀況 他其實真的就跟我們標題 長得一模一樣 他為了爽缺 結果反而失去了很多東西 技能也沒有提升 我朋友他原來是在一家 非常有名的上市商櫃公司的 做手機零組件的大公司上班 他是工程師 他為什麼想要離職 因為他很喜歡做股票 然後他又看到我們 還有我們的一些朋友裡頭 這個投資獲利都還不錯 所以他就常常覺得說 我很有做股票的天分 可是每次當他在下單的時候 他主管就在背後看他 他就覺得好像他的人生 就是怎麼就在電腦裡頭 就這樣子晃掉了 他覺得他很對不起他自己的人生 對 他覺得他是下一個巴菲特 這樣子 所以當他決定要離職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你要想清楚 可是他後來真的就是有一個爽缺的工作 薪水跟原來差不多 可是新的工作他的規模是比較小的 公司也沒有那麼大的一個知名度 那福利什麼薪水 其實都沒有之前的好 薪水是差不多 但是分紅配股什麼都沒有 好 但重點來 就是因為他覺得到了新公司之後 就是工作沒有那麼繁忙 然後他可以三不五時 利用長大的時間做股票下單 他覺得他一切都很爽 可是因為畢竟公司規模比較少 所以他其實並沒有那麼多的 工作內容可以去忙 然後到最後老闆就常跟他說 那今天沒什麼事 你幫大家便便那好了 今天沒有什麼事 你幫我們去處理一下 那個快遞什麼什麼什麼好了 好 那一方面他的原來的一些 新的技能沒有提升 然後另外一方面 他不停的要應付這些琐事 所以到最後他自己也覺得很灰心 是不是他跳槽跳錯了 然後一年之後 就他在這家公司待了一年 一年過後他回過頭去看 他那些原來的那家舊公司 他的所有好朋友們 他同事跟他說 某某某 你跳槽跳得好可惜 因為這家公司業績是怎麼樣 大幅上升 對 突飛猛技 每一位工程師分紅配股下 平均一個人多了一百多萬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想想看 你過去這一年 你投資股票你有沒有賺一百萬 他說沒有 所以真的跳槽真是要三四 好 我們看一下第三個是什麼 位置級 升級 可是你會怎樣 跳越高就可能掉越深 哇塞 像我有個朋友他原本在一間 很知名的網路公司上班 然後他在裡面就是做工程師 然後平常就維護管理網站 然後寫寫程式 因為他對時尚敏銳度很高 然後他一直覺得說他應該是設計師才對 就有一天他一個朋友 就找他去一間新的公司工作 然後那個工作就是可以讓他發揮 就是創意 然後又可以讓他設計網站 他就覺得說很棒 沒想到就是他做大概兩三個月後 公司倒閉 老闆他是也是六年級生 然後他不懂得禁營公司 所以我朋友後來變成說他只能打工 因為他也不能回來原來的公司 最近他又不曉得突發奇想什麼想法 有兩個公司找他去 一間是美國很知名的網站公司 他覺得說可是那個又是一樣是做工程師 然後另外一個是一個也是新成立的一間公司 他可以做創意設計 可是問題是那個才剛成立 搞不好又有可能會倒閉 然後他就問我說 那你覺得我應該去哪一間 我就說你現在是為了頭銜吧 是為了要當設計師 不是為了就是那個職缺 他只是想要當設計師那個頭銜 頭銜有時候聽起來是滿重要的 不顯的迷思 以前我那個前任的老闆就跟我講過說 我跟你講你如果只是名片要印什麼東西 那個印那個就不用錢 你實質上你是能做多少事 沒有錯 才比較重要 你要當副總你去酒店 酒店每個人都是董事長 對啊 但是有的人會被這種頭銜所困惑住 有的時候你在這邊 掛了一個總經理有什麼意義 某一個小工廠的總經理 那你還不如抬錯人家一個科長 那社會上自然會有這種工斷 那特別是我們這一行 很多人就是說 嫌這個製作人不夠威風了 以前掛個執行製作就了不起了 會掛那個策劃 策劃還不足 覺得說我的身分地位掛策劃不夠 但是上面有製作人 他不能掛製作人 他硬要加一個總 曾經有一個節目我看到傻眼了 總製作人 總策劃 總執行 總編劇 全部總製作人 都中了 還有總製 還有一個總務 你們公司都中了 變起來比較大這樣 原來就是這家公司的人 特別呼名釣魚 就是喜歡這種虛擬 虛擬虛擬 那好啦 如果人家來挖繳你 然後承諾給你更高的職務 你要蹭蹭你自己的精良 我剛剛開場講的那句經典名言 沒有七兩七千萬不要做 拖延七四七 要吃那個蟹藥也得要有那個屁股 沒錯 我一個同事 其實我們親知肚明 他的專長就只是節目製作 這個部分而已 那有家公司需要一名總監 那總監的工作 就不只是監督節目 還要監督業務 那個時候的節目流行 所謂的外置外包 製作公司自己要去外面承攬廣告 那承攬廣告是何等困難的事情 連我在這場20年 我都不敢說我會 他就更加天花亂罪收了一頓 老闆一直質疑他說 你可以嗎 你帶得住業務員嗎 我可以啦 那個沒看過 吃過豬肉也看過豬走路 那些東西就是這樣 我以前也帶過行銷公司 講一大堆 就去了 完蛋了 人家給他兩倍的薪水 給他掛了一個總監 他每天還是窩在攝影棚 然後老闆說 怎麼辦 那個節目的廣告 你都不處理一下 他都不敢面對限制 因為他根本不會 勉強呢 那個老闆帶他出去 跟那個廣告客戶應酬 兩倍他就倒了 人家那個客戶都還沒講到重點 他就已經倒了 這樣人的人 你要跟人家說你懂業務 你會拉業務 鬼才要相信 沒多久就被看破手腳了 看破手腳是小 你就離開這個植物就好 演藝圈 傳播圈就這麼小 這個老闆那張嘴 到處說說說說說 就把你說死了 後來也是離開這一行 郁郁寡歡 對 沒錯 因為其實阿里巴巴的創辦人 馬雲有說過 其實會跳槽只有兩個 一個為了薪水 一個為了心情 阿里巴巴不是那個小胖小胖 小胖 雞巴掌的 不是 阿里巴巴 B2B的小胖 不往再來 對 馬雲老師 對 馬雲老師 還有說過就是說 一個為了薪水 一個為了心情 大部分都會兩個 所以為職稱跳 其實最笨的一件事情 但很多人還是為了這個職稱 這樣一頭就這樣洗下去 莎士比亞的名句 What's in the name 名字有什麼 然後大家都集中在那個 Rose is a rose 對 玫瑰就不因為 他改了名字以後 就不會是玫瑰 好有學問了吧 柏哥來沒朋友中了 對 真的 你不要再去講鬼故事了好不好 對啊 你柏哥來去講什麼鬼故事了 而且我們說實話 在這個所謂職場上打批那麼久 我們通常拿到不會看這個抬頭 通常沒有抬頭的這種名片 才是最大的 對 因為那個都是老闆 沒有抬頭 只有名字那種 財可怕 謙卑 對 然後之前我們就有一個朋友也是 他就為了這個 因為大家燕利姐應該知道 外資銀行其實基本上 起跳都是副總裁 大概一竿子打下來 大概十個裡面有八個是副總裁 那時候我們有一個朋友 他真的是為了那個名稱好聽 然後錢也沒有比較多 為了這個副總裁這個名字 就跳過去了 結果他跳過去的時候 第一天不是說 你好你好 我是誰誰新來的 每一個都是副總裁 然後問題是 十張名片裡面有八張 還加比他多資深副總裁 然後他臉就綠掉 還有知心副總裁 對 沒有一個比他小的 他臉就已經綠掉 後來老闆還講 總裁總裁 每個人都在 每個人都回頭 副總裁每個人都在回頭 公司裡面很難騙 那去外面應該有用吧 因為可能偏偏外面人 結果後來用這招 就是去相親什麼的都無往不利 結果好死不死 向到一個銀行界的 然後他們的爸媽一看到以後說 副總裁 對 你好 你好 副總裁開玩笑 我們家那個弟弟 小女五歲也是副總裁 然後直接把他裡面丟了 他也知道說原來 代表根本不是總裁 大家都是那個 大家都應該 OK 最後一個為什麼跳槽呢 是為人情跳槽 再來 玩了人情卻找壞了交情 像我之前我的醫美工作 他那個老闆其實是我姐姐 認識二十幾年的好姐妹 然後他其實也算是從小看著我長大 然後那時候他為了要開診所 然後要找會計 因為會計其實要找自己很信任的人 他那時候找我 我想說我本來把他當姐姐 他應該對我會滿好 我就進去 就一進去沒多久 因為診所剛開始開始是很忙 然後每天都一直加班 然後我想說因為有人情壓力 我真的不敢去跟他要加班費 但是過了一陣子之後 我發現真的加班太多了 我必須跟人去要求一下 但我一要求 然後我姐姐那個好姐妹 她既然罵我沒良心 她說診所都還沒開始 你為什麼不能跟我同甘共苦 她後來就開始跟我公私公辦 那我想說她跟我公私公辦 那我也跟你公私公辦 後來其實離職到現在 我們鬧了其實就不是很愉快 而且就有影響到就是她跟我姐姐20年的交情 就是他們現在感情 就是也沒有到以前這麼好 我同事到別家公司任職了 然後他需要人手 就說來嘛 我們過去配合得這麼好 你現在在那邊公司都停滯不前 那有時候 因為我們常常下班後 我們就屬於聚餐的好朋友 然後他一直三吹四請就不好意思 到後來絕對好吧 就反正她說的也沒錯 去那邊有她罩著 然後回想過去我們在一起的情誼 跟我們一起奮鬥工作的那段回憶 就覺得可以去 一去你就知道 其實人會變 事過境遷 歲月會改變一切 歲月像一把糟 黑的木耳 紫的葡萄 軟的香蕉 你堅持 你現在約我家就不講 有沒有 不要主要的 對 回憶起當年一起打拚的時光 沈玉琳唱了 當年我們一起努力打拚 然後毫不計較的那個夥伴們 現在怎麼變了 以前我們會一起在那邊唱 朋友一生一生 那為什麼現在 我現在指的是說事過境遷 哎呦 等到你再去跟他一起工作的時候 哎呦 不太一樣啊 黑木耳 當年 我們一起努力打拚 然後毫不計較的那個夥伴們 現在怎麼變了 以前我們會一起在那邊唱 朋友一生一生一生 那為什麼現在好像不能一起走了呢 走不下去了 原來發現我們都長大了 我們有競爭了 我們在暗中較勁了 我在那邊稍微努力一點 打拚一點呢 他就開始酸我的說 哎呦 叫你來 不是叫你來搶我的位子了 我就心裡面一陣驚訝震撼 原來他已經把我 從好朋友當作他的競爭對手 那一天過一天呢 那確實那個競爭的態勢 越來越明顯 他已經變成會在會議上 直接指責我的錯誤了 對 那搞到後來我覺得說算了 為了維持朋友的 最後的這一絲的情誼 那反正我那時候已經算是 聲勢如日中天了啦 到哪裡 應該大家 都是歌自輩的 都是歌自輩的 那我不要跟你窩在那邊 我自己痛苦你也難過 朋友也當不成 所以我就乾脆就離開 我去投靠別的工作單位 對啊 這有時候人情 交情 我覺得有些可以當朋友 不一定能夠當同事或老闆 真的像我認識有一隊 他們是真的平常都 常常吃飯喝酒好兄弟 感情有多好 就像玉琳哥跟Paul這麼好 兩個人常常去吃飯 結果呢 因為玉琳哥的公司呢 要升他從總監 升成總總監 總是總經理 總經理 要給他掛一個總了 那他想說那我要升了 我要找一個人來 來補我的缺對不對 Paul跟我這麼好 跟我這麼對通 他就Paul進來 進了公司以後呢 開始就覺得說很多事情 就要交給Paul來做了 就開始一直氣死了 要表現他是大哥 你要知道這是我帶你的 就常常會告訴他說 你知道都是我在照你的 希望他多多要看他 當他大哥這樣子 Paul也是很給面子 常常都是給他面子 但是呢 重點是他這個總董事是吧 升上去用 總董事 因為他公司沒有做起來 業績沒有做起來 結果老闆看了就覺得說 好像表現不是很好 最後跟老闆鬧得不愉快 就上面這個大哥就被 就逼不得已後來就辭職了 可是他被老闆 因為他業績不好辭職之後呢 他心有不甘 他不希望外面的兄弟 或外面的人認為說 是他做不好 所以他就在外面到處放話說 都是因為Paul Paul在外面捅我 他來搶我的位子 結果取代我 你看他多沒情沒意的 我帶他進來他還這樣 就在外面所有的兄弟 建議一個罵一個 所有的 本來的大家一起吃飯的兄弟 後來都不敢跟他們同時吃飯 有時候Paul吃飯不敢找玉琳哥 找玉琳哥吃飯不敢找 尷尬 其他人都不好 而且呢 可惜了 變成這個被他帶進去的人 也是兩面不適 沒有錯 因為這樣子壞了這個交情 我覺得最不值得 對不對 因為重點今天看到這種四個 高薪 爽缺 直擊 人情 旭蘭 如果職場上真的有跳槽誘惑的時候 怎麼停看廳 我覺得其實最主要的 如果你是光位前的話 真的就是變得說 除非就像剛剛講 簽你可以領很久 可是最主要的是 你這個人在這個工作崗位上面 有沒有進步的空間 譬如說你會不會因為這個工作 而增加你的身價 這個身價才是真正 你未來帶著走的 所以包括就是說 你也許可以累積一些精力 你可以因此而接到更多的大Case 你有更多的執行經驗 這樣子你才能夠在 不管是你怎麼跳 未來這個經驗都在你身上 而不會只是畫成錢而已 沒錯 這個很重要 我覺得是發展的空間 它未來 有沒有到另外一個level 可能拿的錢比較少 但是把這舞台清空給你的時候